从命数的角度来说,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嗣命,有的人命中注定没有子嗣,那他就遇不到喜欢的人,哪怕跟喜欢的人结婚了,也不一定就有孩子,就算有了孩子,期间也会出现诸多的问题,在现实生活中,不少人都希望生一两个孩子,传宗接代,可是,总有一部分人,无论他们怎么生,就是生不出来,为什么? 因为他们的命盘客孩子,没有孩子的缘分,哪怕他们到处找情人,也生不出,期间还有可能生育能力出了问题,都是人,怎么有的人生育能力特别强,而有的人会性无能呢,关键在于,命中无子,就会有如此遭遇,以下几类人没有子嗣命,哪怕有了孩子,孩子也不会长久,读国学经典,无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遭受因果反噬的人,没有子嗣命,南宋有一个臭名昭著, 的皇帝,宋高宗赵构,之所以臭名昭著,就是因为他指使奸臣秦桧,杀了岳飞,赵构,是宋太宗赵光义一脉的后代,赵光义何许人也,就是通过竹营俯生,杀了哥哥宋太祖赵匡印夺位的野心家,赵光义认为,自己夺了哥哥的皇位,皇位就永远属于自己这一脉,殊不知,传到了赵构这里,却出了问题,赵构,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,赵夫,可惜两岁就死了,后来,由于被金兵吓破了膽, 所以赵构在逃亡中失去了生育能力,没有子嗣的他,只能认赵慎为养子,而这赵慎,就是宋太祖一脉的后人,兜兜转转百年,皇位还是回到了太祖一脉,这就是所谓的雀巢纠战中有日祖辈的因,赵构的果,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终究是要还的,命中克子的人,没有子嗣命, 西晋末年有一超级大官,邓忧,当时,他和族人遭遇了北方战乱,只能随着进士一关难度,逃到南方,在逃亡的过程中,邓忧跟他的族人遇到了追兵,为了保全族人,邓忧只能牺牲自己的儿子,妻子大哭,他是你的儿子, 你怎么忍心如此对他,邓忧摇头,要么死一个,要么死全族,我身为家主,不以身作则,如何能够服众,更何况,你我还年轻,如果有命,可以回到江南,就再生一个吧,儿子吸引了追兵的注意,邓忧跟他的族人都得以活命,唯有儿子被砍成肉酱,回到江南后,意外发生了,年轻的妻子竟然不能生育了,为了生一个儿子,他托人找了一门小妾,迎亲的时候,才发现, 这小妾是自己的侄女,邓忧长叹,此生无而已,便放了侄女,终生不再娶,有些人,命中注定客子,要么子女走得早,要么遭遇无常,一生无子,是否有孩子,孩子能否长久到老,都是命的问题,跟孩子无缘的人,没有子四命,尘世间的一切,都需要讲缘分,你诞生在什么家庭,在什么环境成长,遇到谁,跟谁在一起,这都是缘分使然,你跟这对夫妻有缘分, 所以你投胎到他们的家庭,同样的道理,某对夫妻没有孩子的缘分,那他们就不会有孩子,这个时候,有人会说,收养的孩子,算是自己的子嗣吗,严格意义上,不算,唯有跟自己血脉有联系的孩子,才算是自己的后代, 有的夫妻无论怎么缘缘,都没有孩子,有的男人遭到了妻子的背叛,生了多个孩子,竟然都不是自己的,有的夫妻所生的孩子,竟然中途夭折了,这些悲剧的事,为什么会时常发生,用一句话就能概括,命里有时中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,想生,未必就生得出,生得出,未必就养得大,这一环扣一环的意外, 对于部分命中无子的人来说,基本逃不掉,观念丁克的人,没有子四命,人与人之间,终究存在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,比如说,希望传宗接代的人,就不理解,为什么有人会喜欢丁克,前者想要孩子,有他们的观念和追求,后者不想要孩子,也有他们的观念和追求,正是因为观念追求不同,所以他们的选择也不一样,这两者的观念,都没有对错之分, 只有是否合适之别,传宗接代,有传宗接代的道理,而丁克也有丁克的道理,一部分人,之所以存在丁克的观念,就是因为他们有某些不太好的经历,或者遭遇了某些困境,这些经历和困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,就他们遭遇了,说明一个道理,他们命中并无子嗣,注定他们会有丁克的想法,想法的问题,说到底,就是命的问题,是否有子嗣,是否子孙兴旺,顺其自然就好, 总有人有后,也总有人无后,一阴一阳之味道,如此而已,一个家庭的福气和祸患,都跟家中的亲人有关, 而亲人的一言一行,都会对后代的子孙造成影响,长辈有好的福气,基本能汇集三代儿孙,而长辈没有好的福气,就只会到处搞事, 那后三代的子孙很难有发展的机会,所谓长辈有德,福泽三代,长辈无德,祸害全家, 很多家长都不明白这个道理,认为,我这代人不行,关系不大,只要我的孩子或者后代,比我们混得好, 那就可以了,这种自己不好,而抢求后代好的观念,其实害了不少人, 因为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自己这一代人不好,又怎么可能抢求后代人比自己好呢? 一般来说,好的家长,会养育出更好的孩子,而不好的家长,他的孩子会更差,甚至逐渐走下坡路, 连成家立业都成问题,子孙的富贵命,需要前几代人奠定基础,而无法一蹴而就, 所谓子孙富贵命,八九不离亲,就是这个道理,后代的命数,取决于这三个人, 是否懂得教育的父母,有教育专家说过,家庭教育远比学校教育重要,更能塑造一个人的性格, 学校教育,那是教人如何读书,如何考试的,而家庭教育,那是奠定人之三观, 教人如何做人的,懂得做人,这是前提,而如何读书,那是后话,父母的教育, 往往决定了一个孩子的前途和命运,有些父母特别平凡,也没啥资本积累, 可他们要求孩子大学一毕业就得赚大钱,这,可能吗,基本上是不可能的, 在如今这个拼爹拼妈的年代,鸡娃的本质,就是在比拼父母的实力, 父母,唯有以身作则,把自己的本分做好,才能教育孩子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 所谓虎腹无犬子,狼妈无帽,父母是什么人,那他们的孩子才是什么人, 绵羊生不出独狼,独狼的孩子也不会是绵羊, 这,才是人间的真相,是否有家庭基业的长辈,家庭的基业, 对于子孙后代的影响,那是特别重要的, 如果说,教育是为了塑造人之灵魂,那家庭的基业就是给儿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, 有这么两个年轻人,都从某211大学毕业, 一位年轻人来自北京,是当地的土著,父母以及家族的长辈, 都有一定的资产,而另一位年轻人来自农村,父母都是农民, 啥都没有,在北京混了好几年,前者逐渐经营起了家庭的人脉, 还主动创业去了,而后者依旧为了996的生活而发愁, 连结婚都成奢望,人与人的能力,其实差距不大, 可为什么他们后天的成就,以及所过的生活,会天差地别呢? 关键就在于,家族长辈的资产积累,存在差距, 你出生在哪个城市,去到哪个家庭,长辈有没有基业, 这都会影响你的人生下线,也会间接干扰你的人生上线, 对于无数人而言,出生的那一刻就胜负已定了, 是否有德行深厚的老人,难道说家庭的基业才是最重要的吗? 并非如此,比家庭基业更重要的,应该是人之德行, 缺少一定的德行,财富都不可能累积起来,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赚到大钱,立马振兴了家庭, 就是因为这个人抓住了机会,在风口浪尖处拼一把, 顺利捞了一笔,那他自然就成功了, 抓住机会,顺利捞一笔,这两件事。 对于无数人而言,成功率都不太高, 可他竟然成功了,就说明他的运气特别好, 福祉特别深厚,没有好的福气, 就不会有好的运气,而没有深厚的德行。 福气就会变得浅薄起来, 德行浅薄会影响人生的每一次抉择, 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, 你选择这条路成功了,而他选择这条路失败了, 原因不在于个人的能力, 而在于他们的德行和福气, 家中有德高望重的老人, 儿孙的福气会愈发变得深厚, 反之,单靠儿孙这一代修德, 老人不修德,终究还是家底浅薄, 福祉不够,难成大业,子孙后代的富贵命, 只跟这三点有关,端正的三观, 充足的家底,以及深厚的德行, 三观,是核心, 拥有端正的三观的人, 那是不会败的, 而充足的家底, 那是基础,基础牢靠的人, 会更容易发迹, 德行,是灵魂, 有深厚德行的人, 运气都会比较好, 而这三点, 都源自于家庭中的父母, 长辈,以及老人的努力, 一代人努力, 那是没用的, 代代人坚持, 才会有出头天, 就连秦始皇如此才华横溢的人, 也需要奋六世之余裂, 才能扫平六国, 成就大业, 又何谈是普通人呢, 从我们这代人开始, 做好自己的本分, 尽一切努力, 提高儿孙的起点, 那他们的未来, 才会一片光明, 前途四季,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记得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见。 如果我们下期见, 我们下期见, 吃节目markt, 空啊偶像連地 administrour, 估许区内波浅带他的 用意儿交集所 corresponds до